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4月14日2024年汤姆全市田径邀请山已经落下了尾默 今天给他会计算的是男子2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会计算的主角就是来自我国的谢正业 谢正业曾获得韩州洋运会男子100米关键等等 现在的谢正业已经30岁了 最终谢正业以20秒15的情绩夺牌 这也是谢正业时隔一年多再次跑这个200米 或许有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觉 本次也是谢正业今年室外赛200米的首秀 其实在本次100米比赛中 谢正业就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100米的时候 谢正业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比以赛克兽 谢正业起跑并不好只排在最后一名 不过谢正业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暴准姆势 只见谢正业后城狂飙 连超四轮逆转成当第一位 最终谢正业以10秒13的成绩逆转获得本组第一名 而在另外一小组中 来自我国的陈嘉鹏也有着非常惊艳的表现 今天陈嘉鹏处在第八跑的无意证 比赛的时候陈嘉鹏起跑后就展现出非常不熟的经济状态 一下子就冲到了第一位 接下来只见陈嘉鹏上演了疯狂冲刺 最终陈嘉鹏标出了10秒08的成绩 无写的夺得本组第一名 而这个成绩也刷新了陈嘉鹏的个人批评 陈嘉鹏也成为继苏饼天和谢正业后 第五位打开10秒10大关的中国男选手 而谢正业在本次200米的表现也是可缺可点的 今天谢正业处在第九跑道的位置 也是最边跑道的位置 但我都知道在短跑比赛中 处在最边跑道也是最难跑的跑道 比赛的时候 谢正业起跑非常不错 起来领先的汉列座 由于处在最边跑道的缘故 这对于谢正业的前半层速度把控方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最终谢正业跑出了20秒15的成绩获得第三名 虽然只获得第三名 但是谢正业这个成绩已经成功达标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标准 而且只比参赛标准快了0.01秒 谢正业精险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机位 今年第一次跑200米 谢正业就有着如此部署的表现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也期待谢正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哈喽 本期视频记得走 远送从此别 轻伤空腹 请我们下一期再会